欢迎回到独立特派员的节目现场 创新设计这几年在台湾已经成为新险学 有很多学校的设计科系纷纷升格为学院 每年毕业的人数超过5000人 而这些台湾学生还真的是非常争气 经常在一些国际大赛赢得大奖 他们的设计作品令人惊艳 不过独立特派员在调查之后发现 其中有一些得奖的作品可以说是绝大部分 在得奖之后却找不到厂商愿意帮他们量产 等于是一点市场价值都没有 这当中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报道 玩来玩去还可以伸缩自如的沙发 机器人 剪刀石头布 太阳人车 变形金刚 什么才是前瞻新设计 这是台科大最贵的一间教室 这张椅子非常有名 就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张 我们一般俗称为外切 因为是机器架构生产的关系 这张椅子其实是 价格比较轻合 一张大概三万多块 那这张椅子呢 你大概在市场 市面上买得到的话 大概十八万左右 四十八张由世界知名设计师 所设计的椅子 台科大不喜聚姿 将他们买来 让学生用身体去体会 什么是经典设计 我觉得这张椅子很舒服 因为它整个是玻璃线维要做包袱的 所以就算你这样稍微测作的话 我也是不会觉得不舒服 这样子 对 那你觉得实际体验大师的作品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就是对你帮助上这样的课 就是可能我们常看到这么经典的东西 都是在杂志上或是书上可能才会看到 那然后大家都说这是经典 可是我觉得实际体验之后 同学会产生一些自己的想法 时尚的造型 唯美的线条 这张由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设计师 Charles和Ray Eames夫妇所设计的唐椅 一直是梦幻经典的代名词 这张椅子呢 它可以任意地去坐 就是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坐 然后呢你也可以把脚 跨在上面 然后呢或者是 这边还可以坐一个人 其他像Carnestanding Greek所创造的几何线条 或是由丹麦设计大师 Hans Wegener设计的木椅 他们的共同点是 每个细节都美得令人无可挑剔 它这个街的部分的话 我之前有查过的资料是 它是把那个里面的街东西坐在这里面 所以这样再去打 所以让我们外面看起来 根本没有那种像边界 将椅子翻过来翻过去仔细观察每个环节 台客大用做询问的方法研究分析 每一件经典之所以能一直受到人们喜爱 不退潮流的因素 接合线的部分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想要很仔细去找到 它的那个接合的那个接合的地方 但是我们其实找不出来 原因是因为后来发现是 它将那个 它在扶手的部分上面挖了桌的内孔 然后在移角这个地方做了凸点 那公母将去接起来的时候 那个它所谓的接合线会藏在这个里面 我们应该说带领的学生 用研究的方式去解剖解析问题 这个有点像是阴差阳错 你的解剖解析的能力告诉学生 学生用这个能力去创作他们的作品 就是这种方法论 让台客大这几年在IF国际竞赛 接连打败美国史丹佛大学 与英国皇家艺术学院 今年甚至拿下14个IF设计概念奖 得奖数全球第一 像这一支贴心的不倒翁拐杖 站在地上怎么碰都不会倒 它叫做平衡拐杖 然后它是一个给高龄者使用的拐杖 然后它的特点就是它是放 有点像不倒翁它放在地上不会倒 然后现在这个是外观模型 就我们一开始就是想说 因为平常可能你上公车之类的时候 你需要用两只手去拿皮夹去拿钱 然后那时候你需要用到两只手 然后你又没办法一只手去拿着你的拐杖 这时候拐杖就会造成你的困扰 所以我们希望如果拐杖可以自己占的话 所以是一个可以让人家不要那么麻烦的点 在产业界受限于成本与制成的压力 设计师往往无法跳脱既有的框架 然而学校教育重启发 任何不受制约具有前瞻设计的想法 都有可能出现 它就是要多元化多方面的考量 它不再是设计师本位主义的创作 所以前瞻的设计呢 其实从台科大学生的作品里面 你发觉这些学生 他不再只是说关注自己年龄层 容易注意到的问题 我认为前瞻设计就是有一种说 你预见未来问题是什么 设计师其实就是解决问题者 不过这些前瞻设计 往往无法得到厂商的青睐 即使得奖再多 也只停留在作品的阶段 之前刚获奖的时候有很多厂商找 但是后来 后来都是就卡在我们自己 就是我们自己有发现要嘛 如果要让它够坚固的话 它就会太重 如果让它 因为我们那时候做实验的模型 是可以真的不倒 但它就会太脆弱 所以就我们自己还在想办法 然后也有藉由别系的教授 都在帮我们忙这样 不只要有好点子 还得自己去克服相关的技术困难 现在的厂商应该都理解设计的价值 但是至于设计的价值到多高 它愿意投入多少的资源 去把它的产品 透过设计的价值 推到市场上 这部分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同样也是发光发热 台湾在世界三大发明展 德国纽伦堡 瑞池日内瓦 以及美国皮斯堡 得奖数也经常名列世界第一 上个月在纽伦堡发明展 拿下金牌的盲人杯 其实是两个国中生的创意发明 因为我叔公在倒水的时候 眼睛不方便 所以在倒水的时候 经常烫伤自己的手 所以我才想发明这个盲人专用杯 来帮助眼睛不方便的人 仔细看 黑色的手法上有个浮标 当水位上升 浮标不仅会吐起 还会发出警告声 那时空那时候就是常常喝水 它最大的困扰在哪里 就是水倒出来 桌面也会湿地板也会湿 还要拖 可是它不知道湿的地方在哪 你觉得坐这个杯子 最困难的地方是要克服水吗 就是要让它通电 怎么通电 然后就是怎么让水进去这个把手里面 可是这边是隔着 这边不能进水 这边要进水 这边进水浮标才能浮上去 然后一边也要通电 那怎么办 就是 看书 问老师 就是跟表弟一起讨论 弟弟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把专利给厂商 然后让它无条件量产 然后给全世界的忙人同胞 高绚姐愿意无条件授权让厂商生产 可是这么好的设计 却没有厂商愿意投下资本 开模量产 另一项感官三角锥 同样也是帮人解决问题的好设计 在晚上回家的时候你会看得到说前面有施工嘛 可是如果你在很后面看不到 然后近的时候你才看得到说 可是呢当你越开越近的时候就进来不及了 所以才在上面装LED灯 然后车灯照的 车灯在远处它闪速比较慢 然后越照越近它闪速越快 不过这项作品同样也没有人肯投资 我们过去经济发展的过程 就是帮人家代工 那按照人家的规格去做一个 有一定品质的产品 用很便宜的价格去销售出去 那很快就可以看到结果 所以你投资一点钱就可以赚到一点钱 然后呢 在这个产品的差异化上面呢 其实做的其实是不太够的 那我们呢习惯于呢 快速的投入 然后呢快速的有回报 周玉润 曾经在菲利浦担任设计师 他的得奖记录从德国IFRADAR 美国IDEA以及日本的GMARK 和说是战国辉煌 2008年离开菲利浦后 自己成立工作室 这个就是传统笔记本这个 这个收集带的方式 所以你可以把它把它结合在一起 所以你在开会的时候 携带的时候就很方便 那你当然它 它其实也是单独的笔记本 但是当你携带的时候 不管你放在包包里面 或者你拿在手上 有需要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 我觉得比较 比现在你另外在拿一本笔记本 然后跟这个手机的大小 又不一样的时候 我觉得它是一个 可能比较好一点的适合 对 那你为什么离开菲利浦 因为菲利浦最早会在台北设计中心 是因为菲利浦的 所有的这个显示器 从最传统的到后来一经的 都是从这边出去的 那后来开始把工厂外移 本来都是在工厂在总理 把工厂外移到大陆去 然后后来又把整个事业部卖掉 所以没有这个B4级在的时候 就不需要我们来服务他们 周玉润的情深经历 就像台湾设计业的缩影 当产业外移 设计团队也会撤走 目前除了鸿基 华硕 BenQ以及捷安特 这几家大的国际品牌 台湾的产业 大部分还是走不出代工的市场 周玉润真正想做的是 将设计摆在最前端 变成产品策略的核心 譬如这次他在台北世界大展中的作品 泡泡沙巴 就是希望经由他的设计理念 将传统竹编的产业结构彻底改变 因为它是很多竹编球结合起来 其实竹编球在学工历来讲 它不是一个很复杂的 非常复杂的技术 所以像那时候在做去米兰参展人之之间 首次的作品的时候 就工艺老师他就找了一个 这个他在教会认识的印尼新娘 那他们其实收入没有很好 然后印尼新娘也是 就是打很多零工 所以他就教他编这个球 不是讲设计产品这件事情 而是让这件作品变成一个产品的同时 它可以去帮助到其他人 那也可以帮助到这个产业 周玉润这一系列主编作品 是他和工艺所研究 希望借由设计的力量打出国际品牌 事实证明 这些产品在国际参展时 已经接到上千万的订单 可是除了这个计划案 周玉润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遇到其他厂商 有这样的设计思维 之前去当评审 然后就遇到一个就是 就是在设计界还蛮重要的前辈 他说你从08年做到现在 都还可以继续做下去 那应该还不错 因为在公司做 其实是比较稳定的一件事情 那当在现在自己在做的时候 其实就是环境 你也不是那么确定 因为就是就不是很晴朗 就是在这个阴天当中 但是你还是要去让你自己 有很多的不同的设计案 给做下去 然后就会比较担心 就说会不会有一顿没有一顿 今天就算你做得很好 但是大环境就这样 不见得你接下来的设计案 可以一直进来或什么 台湾有很强的设计力 台湾的教育已经能培育学生 具有前瞻设计的创造力 然而得奖杯后 却揭露台湾设计业最脆弱的一面 有很好的创意 却没有人生产 有很优秀的人才 却没有足够的舞台 台湾要靠设计创造残职 需要长期投入 经营品牌市场 不是光靠这些得奖明星 以及每年好几百个奖牌 就能办到的